故事發生在全球核戰後的219年 為了找到被擄走的父親 露西踏上滿目倡移的洛杉磯 影集《逸城餘生》改編自同名遊戲 日前在亞馬遜Prime Video上架 16天內觀看人數突破6500萬人次 還成為平台首播成績第二好的作品 特別的是還帶動玩家回歸入坑遊戲 系列遊戲最早1997年就發行 時隔多年遊戲重回排行榜 目前影集更已經預定第二季 要把觀眾留住 畢竟串流平台大戰持續打 另一頭的對手有新動作 Disney Plus不只預告五月片單 近期更宣布和華納兄弟探索集團合作 預計在今年夏天 推出旗下三個平台的包套方案 消費者花一次錢 就能看到所有內容 立抗Netflix Prime Video等龍頭 定價尚未公布 但已經知道會分兩種方案 台灣也能看到的Line TV 近期則攜手英國BBC打造影集 免費看專區英劇任君挑選 串流當道時代 業者各出其招 TVBS新聞中的榮旭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支援 電視 購物 記者 媒 充